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将近4万多劳工 码头工人 其中牵涉到36个码头 加入了罢工行列 在最近能不能再考虑它很可能影响供应链跟物价 结果白工刚开始就立停工会 最后结束了罢工 而这个罢工事件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那贺锦区很可能会落選 接着是海伦飓风 救灾又是一场政治学 当年的小布希就是因为在Katrina的时候 他派国家警卫队派的National Guard派的太晚 加上他自己考虑到不要在当地防害救灾去的太晚 而他不知道一个Katrina风灾在全球暖和会变这么严重 所以后来他在选举的时候被痛击 在事隔三年之后 再加上金融风暴 他完全在南方失去了他的选票 而这次离选举只有30天 海伦这场飓风里头 拜登的表现跟贺锦的表现都不够好 川普第一时间就把它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 接下来是我们在昨天文献的世界上 用专题式的方式 做出了关于以色列和伊朗 不只是和黎巴嫩 最重要是和伊朗这些战争 因为以色列很可能会攻击 而且白宫本来默许他 也支持他攻击石油设施 这将会使石油价格大涨 拜登后来可能一想 这不对呀 石油再大涨的话 就可能告成美国的物价通货膨胀 美国一般贫穷的老百姓 他们的石油支出大幅增加 也可能影响贺锦的选举 所以马上改口说 我反对 可是以色列可能不会理美国的总统大选 对他们来说 川普更是无条件的支持 以色列的美国总统 所以未来的一战争 以色列会不会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 尤其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 对美国总统大选都形成很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场 差一点造成十月惊奇的港口罢工事件 在港口罢工事件里头之前 我们看到摇摆州的民调领先者每一个礼拜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不知道任何一个事件就会改变结果 而巴特在这一次看到了罢工的问题 第一时间他的力挺工会 他的理由就是说在过去COVID的期间 这些工人有的人是没有工作 有的人是染疫 他们得到的薪资变成很少 可是因为当时缺整个货柜 缺港口可以运输的关系 所以这一些码头公司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他们却自己都放在资方的口袋里头 因此要求未来几年之内大幅的加薪 而几个月里头不需要谈成协商 那最终资方退让了 那卡车在昨天正式的下午的时候 开上了美国的高速公路 美国东岸的罢工 港口罢工暂时落幕 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个隐忧 他的隐忧就是在选前倒数30天 在36座的港口码头工人的大罢工 除了威胁物价还有贺景的选情之外 他除了要求加薪 那加薪的幅度也相当的高 加薪的幅度高达62% 这凸显出来美国劳资双方的获利不均等 因为你要求62% 对他们来说 一般人会觉得说 我们台湾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呢 共会要求这么多钱 主要是资方赚了太多钱 所以这个是他们从1970年代以来 在这一次1977年到这次以来 第一次的大罢工 因为美国的资方拿了太多钱太多的肥猫 而另外一个抗争的理由 这个对美国来说长期不是一个好事情 而白宫力挺他也是为了选举 因为他们反对自动化 反对自动化里头这件事情就会埋下了隐忧 因为美国工会的罢工呢 如果是反对自动化的话 它会使美国的码头跟运输业丧失 它在全球的竞争力 在全世界现在主要的码头 都是用AI的方式 用机器人 用AI在处理机器人的方式 来进行码头的搬运 那工人越用越少 因为要加快它的效率 这个从上海的阳山深水港 到新加坡 到全世界几个重要的港口 都是如此 而美国现在这些码头工人就是很担心 相同的自动化来到美国这个地区 所以他们这次发动罢工的原因之一 还包括了自动化这件事情 那美国的总统如果在这件事情里头妥协 他某个程度也就是形成过去 很多美国的制造业 离开美国最核心的原因就是 没有道理的罢工 如果你是有道理的 我赚了很多钱 我给你钱 那分配 那合理就算了 可是如果是一个不合常理的 而且使我丧失竞争力的一种罢工 那我可能就因此 可能码头公司无法离开美国 但是一些公司是有能力 因此就离开美国的 这是美国过去很多制造业 离开美国的原因 就是很多工会的要求 最终的结果是导致这家公司 如果留在美国就没有了竞争力 而这次美国工会的罢工 也是可能导致美国在当地 变成一个经济落后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它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港口 隶属美国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 14座东岸和墨西哥湾港口 10月1号期展开罢工行动 工会领袖说 在没有争取到应有的薪资福利前 他们不会罢休 东岸码头工人旧合约 9月30号到期前 代表各大船运公司的资方 美国海运联盟提出 加薪近五成 和提拨三倍退休福利金 增加健保选项等条件 都被工会悍然拒绝 美东港口的进口货物 货物量占全国约五成 出口量更是高达将近七成 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预估 每罢工一天 就会造成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在罢工进入第三天 将近50艘货轮卡在美东港口外 无法卸货 这时候传来了好消息 工会和资方对加薪幅度达成嫌疑 愿意接受六年内加薪62%的条件 至于反对资方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的条件 同意延后到明年一月中再进行谈判 拜登政府可说是成功化解了这枚可能重创供应链 让通膨再度上涨的炸弹 事实上在罢工开始前 拜登因不想得罪劳工团体 拒绝引用劳资关系法赋予的权力 延缓罢工进行 但专家警告 一旦罢工持续一个月以上 企业倒闭 物价上涨 供应链停摆 种种经济冲击就会一一复现 If the strike were to last more than a month you would see inflation ticking up and if it goes two months you'd see it ticking up a lot you know a lot of companies would try to absorb the higher cost but at some point they have to pass the cost on or go bankrupt U.S. supply chains are vulnerable and that i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so how long the strike can last you know in the extreme is the minute it starts to affect supply chains that ar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then you know some action has to be taken 别说持续一个月 罢工才刚开始几天 美国各地就出现了超市的抢购潮 在距离总统大选 正式投票日不到一个月前 这些画面成为新闻台最完美的 每选十月惊奇报道场景 I'm afraid the prices are going to go back up again too when I got inside Sam's I quickly realized that people were in panic mode so the longer the strike lasts the two risks come out of it one of them is political because there will be an increasing impact on inflation as well as on employment you know some industries the workers will sit around languishing and going into an election that's not a good thing for at least one of the parties 对哪个政党不是好消息 答案很明显 there's another one Biden shouldn't have let that happen not that he should have ended it he should have worked out a deal between them and the others he could have worked out a deal that's an easy deal to work out in a sense because you have a certain power of being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devastating event for the economy it's also devastating for inflation because everything's going to cost a lot more because of it I don't know how long it's going to go on but I understand the workers' side I mean I see both sides these workers have been devastated by inflation 港口大罷工让川普捡到枪 趁机重提通膨危机 这个美国选民不想再经历一次的噩梦 贺锦丽则是透过声明反批川普 执政时打压工会的记录 同时强调 支持码头工会争取应得的薪资福利 和工作权 the problem for Biden and Harris is that labor is a core democratic constituency and the optics of stepping in to intervene and undercut the leverage of the union could be very bad could anger the rank and file of course two years ago Biden did something similar in imposing a settlement on rail workers who were threatening to strike that also threatened real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he imposed a settlement that had lower wages than the union wanted and it had no paid sick leave which really angered rank and file workers so there are no good options here for Biden and Harris 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 白宫幕僚长 经济顧问 跟代理劳工部长等拜登政府官员 3号继续说服劳资双方 以罢工可能影响预风救災 和重建进度为由 成功促使双方在加薪幅度上 达成共识 专家分析在反自动化设备等问题上 双方应该也已拉近分歧鸿沟 明年1月的谈判 只是敲定确切的合约用词 换句话说 拜登政府顺利让罢工迅速结束 并借此化解外界对政府无能 导致飓风救灾物资受阻的批评 拜登看似帮贺锦丽拆了两枚十月惊奇的炸弹 但中东危机这个更棘手的麻烦 仍然未解待续 我们来看一下全国新的民调 全国新民调贺锦丽继续拉大对川普的领先趋势 这个礼拜最重要的是各大民调 贺锦丽对川普的领先都是5%或是4% 完全超出了误差范围之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她在女性的选民里头不断地增加 其中有一家是每个礼拜都做的是 U Governor的Economist 跟上礼拜是一样的 是赢了三个百分点 然后在Redfield跟Volton Strategy里头 也是赢三个百分点 在Outward Intelligence赢6个百分点 主要的是女性的选民增加 另外贺锦丽在各方能力头 获得了比过去人们对她更高的一个肯定 这个我们待会为大家做出一些民调的解析 接着我们来看不同的民调公司 做出来的摇摆州的民调结果 几乎都不相同 我们先来看Morning Consultant and Bloomberg Bloomber是比较自由派的媒体 如果按照Bloomber民调一对一的话 那贺锦丽铁定当选 川普铁定落选 因为川普只有在Georgia和贺锦丽 达成平手49对49 其他全部都是贺锦丽赢 所以贺锦丽可以说是大赢的状况 但是接着你再来看下一个民调机构 叫Insider Advantage 还有Trafalgar Group 两家我们合起来所做的摇摆州的民调 这里头摇摆州的民调里头呢 只有一个州叫Georgia 所以看起来只有Georgia两个平手 所以大家都有共同的意见 其他呢 在我们所看到的Insider Advantage 跟Trafalgar Group所做出来的民调里头呢 都是川普领先 所以这份民调呢 摇摆州民调又是川普赢 那我们如果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呢是川普赢 再看前个礼拜是贺锦丽赢 所以没有人知道最后 谁会赢得这场总统大选 其实这个礼拜 不同的民调机构做出来也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Cook Political Report 在摇摆州里头 川普只有领先一个州是Georgia 而其他的主要的州呢 都是由贺锦丽赢 另外在北卡的地方 两个人是平手的 所以如果按照Cook Political Report 也是贺锦丽当选 而华有所做出来摇摆州的 民调变化里头呢 川普本身赢三个州 贺锦丽赢三个州 在Nevada两个人呢 是平手的状况 所以也分不出来谁会赢谁会输 而如果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 贺锦丽跟川普目前的选举人 谈票的话 一个是226票 这是贺锦丽 川普是219票 只差三票 而如果根据纽约时报的话 选举人谈票按照目前的民调 推广的话 川普大输贺锦丽 15张选举人谈票 所以我就说不同机构 做出来是差别太大 因为双方的差距都是0.5% 1% 2% 在几个摇摆州 那现在呢 某个程度来说 都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而PBS做出一个民调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也是未来对选举最大理由 有信心州跟地方政府 会举行公平且准确的选举 有信心的是76% 没有信心24% 再来是否会担心发生选举舞弊 就跟刚才应该同一个问题 就会换一个方法问 就知道民调 其实很容易有问题来误导 然后这个情况 不担心的42% 担心的58% 会担心发生选举舞弊的 川普的选民高达88% 而现在根据消息 保守带的选民呢 已经开始 保守派选民 已经都是用整个很多 摄影录像的方式 希望能够看到 是否有选举舞弊的情况 和紧密的选民 只有不到30% 29% 认为会有选举舞弊 所以川普的选民 高达88% 认为会有选举舞弊 假设选举的 整个票数差距太小 或者是有些非公民 而进行投票 地方很多选举的行政事务 做个不够踏实的话 就会可能爆发重大的争执 甚至是暴动 而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的民调里头 最值得注意是 Cook Political Report里头 选民信任 谁会解决问题 我们虽然看到 每一家的民调结果不一样 可是这家民调 我们可以拿8月来 和现在做比较 现在是10月中旬左右 那么10月初左右的情况里头 看August 2024 川普在处理移民问题里头 本来领先14% 现在只领先了9个百分点 川普原来在因应经济里头 原来是领先5% 现在还是领先5% 最重要是川普原来在 整个外交危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以哈战争里头 川普只赢了3个百分点 原来他还赢了4个百分点 在处理国际贸易跟关税的部分 川普也是只赢了3个百分点 而在面对犯罪和暴力里头 川普只赢了2个百分点 在控制通膨 过去川普是大赢6个百分点 现在是even 两个人是平手的 所以不是有那么多人 随着美国经济状况 越来越好的状况里头 过去拜登时代 或者是贺锦丽刚刚参选的时刻 他们在通膨 在经济议题里头大幅落后川普 而贺锦丽本人在移民问题里头 也大幅落后川普 这个情况都开始改善了 而在传统民主党的问题里头 贺锦丽仍然维持大幅的领先 包括在保护社会安全 Medicare的部分是赢了11个百分点 保护民主是赢了8个百分点 处理堕胎问题 也说大赢了19个百分点 这是为什么贺锦丽升势上升的 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原来的弱项 他现在慢慢的补足 随着美国经济变好 他个人的能力也慢慢的被肯定 而他越来越强项 继续维持 下一个可能影响 整个美国总统大选的 是这一次的飓风 这次飓风是美国史上 非常第二大的一个飓风 而这场飓风 在过去对美国的总统来说 如果是这么大的一个飓风 你怎么处理 人们就看你的危机处理能力 台湾其实也很熟悉 这种事处理不好 可以压垮一个市长 那也可以压垮一个总统 这次海伦的墙台 他是重创了美国好几个州 其中有两大摇摆州 所以他当然就上场了灾难政治学 而川普反应非常快 第一时间就查访了灾区 并且痛批民主党是无能的 因为这两个区 他州长很多都是民主党的 而这两个摇摆州 变成飓风的重灾州 当时白宫 拜登没有在那个地方 特别的指挥 应该如何救灾 而贺锦丽当时正在募款 他正在进行募款活动 所以他被批评 钱对他比较重要 他看灾却姗姗来迟 但是我们看刚才的民调 似乎也并没有 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重创 但是这可能会慢慢的发酵 而美国过去的元首 在风灾问题里头没有处理好 导致败选的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小布希 小布希后来 大败选倒不是在他个人 在连任的时候 连任的时候主要是金融风暴 而是在隔一年的其中选举 那他不只是丢掉了白宫 在那个时刻是丢掉了 共和党的其中选举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一次的海伦预风里头 如果没有处理好 就会把一个政治屋扫入政治坟墓 这里头川普对贺吉利跟白人的批评 9月26号海伦在一夕之间 升级至四级飓风 登陆美国佛州 掀起滔天巨浪 紧接着一路向北 袭击乔治亚州 南卡北卡田纳西州 及维吉尼亚州 美国东南六州 绝大部分土地 因为这场越极深格的致命性风灾 莫在滚滚洪流之中 北卡西侧山区 更因为发生致命土石流 景象宛如末日 当美国东南部灾后 精损尚未统计完全 重建之路才正要开始时 这场造成灾区近200人死亡 数百万人至今缺电缺水 周边道路至爱难行 替美国写下半世纪以来 灾情第二惨的海伦预风 也同时启动了 美国大选年必然上演的灾难政治学 尤其当海伦横扫北卡与乔治亚 两座大选摇摆桌之后 川普在灾后第一个周末 现身乔治亚州 获得民众热烈欢呼 这位任内向来默示暖化议题的 共和党籍前总统 成为首位踏上海伦灾区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 他攻击拜登总统及贺锦丽副总统 没有立即视察海伦预风破坏路径 表示与特斯拉执行长谈好的救援 已在路上 并要求在场与会 政要与他一同会 风灾逝者莫哀 只是川普事后被证实 当天向乔州选民声称总统拜登还在睡觉 为与共和党籍乔州州长坎普 进行灾后对话 及时说谎 白宫找来坎普做出澄清 表示总统早已向包含坎普在内的 东南灾区州长制定 以了解灾区急需的联邦救助资源 拜登虽由白宫紧急洗白 仍然难逃外界 对他为何选择德拉瓦州度假别墅 而不是白宫度过周末坐证监控灾情的怒大质疑 为何你并不是邀请川普洛杰克斯 在华盛顿这周末 我曾经择命 我曾经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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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保护安全 这不是重要吗 我实际上来祝福你 紧急缩短美国西南造势募款行程 返回华府的贺锦丽 则是低调地来到联邦紧急管理属FEMA 为辛苦的属内人员加油打气 并在听取灾情简报后 跟随川普脚步 把乔治亚州当作灾情 放插第一站 贺锦丽说政府给予联邦紧急管理属FEMA的援助资金 绝对足以满足灾民眼前积蓄 联邦紧急管理属署长梅奥卡斯告诉记者 灾区目前已有15万户家庭申请救援 但资金只是眼下足够 他说尽管FEMA已同步在美国东南多州提供灾民餐点饮水 发电机及民生必需品 但要撑过在11月底才会结束的美国飓风季 长远来看 署内经费并不足够 IP为在灾后第一时间视察灾区的拜登 表示已派遣千名国民警卫军前往灾区救援 并在10月2号与3号接连线身遭海伦肆虐的两大摇摆州 北卡与桥巨崖 总统拜登在红队和南与南与洛杉矶上的灾影 国家有你的背 我们不能完全放在你的背上 我听着你 我跟着你 我祝你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背上 在美国飓风季节场与选举季节相伴发生 也成为选民损失执政者能力的时机 2005年8月 五级飓风卡翠娜来袭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希坚持风灾救援 因以地方政府为首联邦为辅 直到意识到事态严重 才姗姗来迟视察重灾区路易斯安纳州 卡翠娜风灾因此成为小布希阵内危机处理不当的象征 也被视为三年后美国总统大选 共和党惨败给民主党 欧巴马以极大差距 击败共和党对手迈肯入主白宫的一大原因 2012年10月 三级飓风桑迪 恰巧在美国总统大选一个月前来袭 争取连任的时任总统欧巴马 鉴于小布希前车之鉴 在第一时间暂停造势 下令联邦政府积极协助地方救灾 欧巴马对这场超级风暴的及时处理 为自己赢得了舆论的广泛掌声 当中包括共和党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这为他大选对手罗姆尼支持者的高度赞扬 欧巴马在一个月后的总统投票中成功连任 风灾政治学 是美国近20年来历任总统必然面对的政策课题 这一回的作答者拜登与贺锦丽 会让民主党在11月大选中 从人民选票中得到怎样的答案呢 共和党籍前北卡州长麦克罗里 这么告诉纽约时报 政治坟墓里往往埋葬着的 是在危机中处理不佳的人 我们看到过去美国的副总统 事实上他们的辩论对总统大选影响很少 可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第一个两个人的民调差距太小 他的副手因此辩论是重要的 第二个事实上虽然他对选举的结果 影响可能没有真的那么大 但是美国的总统现在交给副总统的工作 远比过去的传统的美国总统 交给副总统的工作来得高很多 因此你选了谁做总统 选了谁做副总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Vance在过去他被提名之后 刚开始声望很高 后来就大跌 然后负面形象非常的观感很差 他也讲错了非常多的话 还在辩论的时候克制自己 很多人认为他的表现还算比较出色 而Tim Watts的时候被批评不适任 批评他的是什么呢 是非常亲民主党的纽约时报 在这个过程当中 纽约时报甚至不客气的批评他说 这个是贺锦丽未来要交给我们的副总统 那这场辩论呢 如果从美国这次的选举来看 是难得的一场文明交手握手一开始 聚焦政策没有太多的人身攻击 人们就说怎么副总统 比总统都来得有教养很多 而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 他开始呼吁大家要重视副手的辩论 那过去呢 整个副总统他本身呢 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纽约时报对这个事情的批评 纽约时报特别谈到了 就是说Tim Watts本身呢 在当时贺锦丽挑选人的时候 是不是贺锦丽刻意地挑选了一个 这么没有能力的人 他现在非常的 在这件事情里头非常辩论过程当中 完全不知所云 那很多议题政策里头抓不到重点 而辩论的当天正是中东最危险 伊朗和以色列开战的那一天 这是11月5日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最后的辩论 贺川双方又副总统候选人上台 结果川普搭档万斯表现得比以往克制 说理流畅清晰 而贺锦丽的副手华兹 则被亲民主党的纽约时报批评 邋遢且太不引人注目 他与万斯的辩论凸显出他职业生涯中 最重要的阶段 明显是一个不适任的副手 辩论会前爆出35年前 当中共在天安门广场 镇压异议人士时 他宣称自己人在香港 带领学生参访 表态反对镇压 华兹却被迫在辩论场上尴尬承认 纯粹是口误 这使他不但没有道德高度 而且还编织谎言 根据过去经验 副总统辩论鲜少撼动选情 目标是不造成任何伤害 但这次双方选情极度紧绷 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还是选前唯一一次辩论 两人都有不能犯错的压力 尤其华兹与万斯两人 皆出身中西部 华兹惊吓被选定成贺锦丽副手前 不是一个具全国知名度的政治人物 万斯也只是畅销作家 他却凭重选成为川普搭档后 过度遵从保守价值 高举家庭旗帜 贬异不深子女的女性 让他从明日之心 好感度一度低到负6分 辩论前又下降12个百分点 这是为什么万斯舍弃了 过度攻击性的言论 辩论集中火力 对准主帅贺锦丽 我们有一个历史的关于 Kamala Harris开始 以说她想要做 准备免的政策 94公司 司法官司 除了准备免制 有所謂的资金 增加了 产生的法案 在我们的系统 这所开启的 这啟车 并没有 很多状态 是来到我们的国家 Kamala Harris 是纪人长 的大多数的 禁业在高尔高尔 在选民最在乎的经济问题上 这些东西是说得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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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曾经过三五年了 她曾经过三十五年了 她曾经过这些很棒的政策 而她曾经过来做的 是推荐食物高于25% 推荐食物高于60% 尤其辩论当下 伊朗刚对以色列发射新一波弹道飞弹 相关地缘政治与美国内外部问题都成为焦点 外交政策期刊撰文提醒 副总统辩论其实很重要 自上世纪以来 复守权力便持续扩大 尤其在当下党派分裂的美国 贺锦丽担任副总统期间 他作为参议院议长 还投下了33张决定性选票 史上最多 这个职位已不只是扮演通往国会山庄的桥梁 越来越多总统都增加了他们对行政部门的影响 诸如欧巴马请副总统拜登帮忙处理阿富汗等外交事务 潘思协助川普维持国会右翼保守派的支持 而贺锦丽之所以被共和党人抨击为边境沙皇 就是因为拜登始终无法有效阻止边境无证移民的流动 委托贺锦丽弄清楚该如何解决 2024当这场副总统辩论 出现在美国内外交迫的危机时刻 民众更应该仔细聆听 但这也是美国政坛上 愧疑已久友善平静且文明的政治教授 大聪开场这一卧就预告了 接下来是场君子之争 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和谐气氛一直持续到最后 他们的配偶也出场质疑 多数美国人对这场辩论竖起大拇指 毕竟一个愿意尊重对手与相对文明的政治辩论 才能让他们对美国的未来重燃信心 这是场紧绷的选举 纽约时报根据非常长时间的民调 做出了一个平均的 很可能最后在10月5号 很可能贺锦丽会赢 但是只赢川普两张选举人团票 而现在在Arizona出现了一些选举的争议 在Jurgia前一阵是改变规则 要求人工也要计票 而这次Jurgia是因为他的监力战 没有办法发出正确的 我们叫driver license 他的公民证 所以很多人去投票的时候 很可能被认为叫做非公民投票 是非法移民去投票 所以现在在当地也可能出现争执 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美国总统大选会不会和平落寞 请看一下的分析 美国奇特的总统选举制度 赋予了所谓摇摆州 如此重大的影响力 这是因为要成功入主白宫 候选人必须拿下 538张选举人票当中的270票 由于美国选举规定赢者全拿 赢得摇摆州 意味着候选人可以累计更多选举人票 并迈向胜利 据2024年美国大选只剩一个月 宣亲越来越难分难解 纽约时报根据他们和Siena学院 在贺锦丽与川普辩论后 针对关键州进行的最新民调 统计赫川二人目前的选举人票 是270对268票 倘若最后真是这样的结果 2024年大选将是近代美国历史上 最势均力敌的一场选举 倘若取纽约时报近6次在关键州民调的平均值 则是川普以0.6个百分点的幅度领先 回顾2008以来的近期大选 民主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 不曾像今年这般接近 纽约时因而表示 今年的民调恐怕无法暗示 最后到底谁能胜出 根据纽约的民调 目前贺锦丽在滨州的声势 甚至超越拜登2020年 把宾州从红翻蓝的表现 目前宾州也是对贺锦丽而言 最重要的一周 不过民主党心中有一大隐忧 2016和2020的选举年中 川普在民调中落后 但事后证明民调失真 所以当民主党看到 它是肩膀在肩膀 在国际选举 这会让他们很害怕 但万一贺锦丽胜选呢 2021年的国会暴动 许多人仍记忆有心 尤其川普在经历 第二次差点被暗杀后 他的语调也变了 这回他把矛头直向民主党 指控是他们计划了选民 才让枪手放胆 试图取川普姓名 此外川普似乎没有 轻易认输的记录 Donald Trump has a history of never saying well I gave it my best shot and it didn't work out he never ever says that he lost so yes if he loses this election especially if it's going to take days like it did the last time for the election to be for the decision to be rendered I can guarantee you there's going to be all sorts of recriminations and who knows what can happen a lot of peopl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加上由于双方支持度不相上下 可能会导致某些州 验票时间拖延 也可能再次衍生 暴力事件 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 显然都会继承的一个大难题 就是乌克兰 但纽约时报一篇专栏文章指出 贺锦丽尚未清楚表明 将如何处理乌克兰抗恶战争 纽石指出 这是他尚未给予答复的 所有大灾问中最重要的一个 虽然贺锦丽重申支持拜登的立场 支持乌克兰夺回失地 但对泽伦斯基这次来华府 一并带来所谓的胜利计划 拜登政府泄露出一股怀疑的风声 质疑泽伦斯基这份包山包海的计划 其实不过就是将之前的要求重新包装 这些要求包括争取更多武器 以及解除使用远程飞弹的禁令 纽石认为乌克兰现在的主要目标 是稳住前线 毕竟许多鹰派2022与2023年 对于俄国迅速撤退的期待已经落空 那么如果贺锦丽胜选 美国究竟还能支持一个 实质上不存在的胜利计划多久呢 再者就是川普呼吁俄乌协商 又会多大程度成为美国政策的终点 美国此刻面临的战略问题繁多 从中东到东北亚 再到乌克兰战争 都将严峻考验下一任总统的眼界与能力 有个劳工部周五的时候 公布了9月份的企业增加了25万4000个工作岗位 失业率小幅下降至4.1% 强劲的整个就业增长报告提振了美股上涨 我们看道琼指数上涨了0.81% Nexus上涨了1.22% 标普上涨了0.9% 一整周上来主要的涨幅都出现在礼拜五 道琼指数上涨了0.09% Nexus上涨了0.1% 接着标普上涨了0.22% 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指数 因为强劲的就业报告 很可能会使得11月大幅降息的大门 不太可能 那官员可能继续按部就办的 真的就是降息0.25个百分点 也就是一码而已 所以美元在本周美元指数上涨了2.13% 黄金下降了0.01% 白银涨得比黄金多 因为黄金涨太多了 现在转向白银的期货 上涨了1.79% 而中东的整个危机问题是石油价格 纽约原油价格一口戏大涨了9.09% 所以当拜登不小心脱口说 不要打核设施 可以以色列打石油设施的时候 大家就说你疯了 你会影响美国总统大学 所以他赶快改口 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看到纽约的原油上涨了9.09% 布兰特原油上涨了9.1% 天然系上涨了6.43% 而伊朗主要的是石油生产国 这个地区很可能卷入非常多的纷争 接着来看AI概念股 NVIDIA在黄仁勋的重大谈话之后 上涨了2.9% 他认为现在Blackwell 他可能是市场需求非常疯狂 AMD上涨了3.99% Supermicro下跌了1.76% Microsoft下跌了2.79% Alphabet Google上涨了1.98% 半脑体的股价部分 Intel继续下跌了5.52% 台积电上涨了1.79% 三星电子下跌了7.74% 高通下跌了0.72% Tesla的部分电动车 两大电动汽车的部分 Tesla没有达到预期的交货量 下跌了3.99% 而比亚迪在过去一个礼拜 他的ADR 在香港的ADR 大涨了9.81% 因为中国整个股市的刺激 加上比亚迪的竞争率 大涨了9.81%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法国 意大利 波兰等 十国投票赞成 欧盟通过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加关税 关税高达4.5% 这里头10票赞成 5票反对 12票弃权 而主要投赞成的是 法国 爱尔兰 意大利 立陶宛 保加利亚 丹麦 Estonia 拉特比亚 荷兰和波兰 这里头占欧盟总额数的 45.99% 弃权的12国里头 主要的是 瑞典 西班牙 比利时等国家 其中西班牙在7月的时候 曾经投赞成票 反对的 很值得注意的是德国 因为德国本身 在中国大陆 有非常重要的汽车业 如果中国实施 报复性的关税的话 德国的汽车业在中国大陆 它因此包括它的Volkswagen 包括它的Mercedes-Benz 统统都会出问题 另外匈牙利也投反对票 为什么 匈牙利本身是比亚迪 在欧盟主要的投资国 还在地方设厂的海尔玛尔他 斯洛维尼亚和斯洛伐克 这五个国家占 欧盟总额数的22.6% 整个我们所看到的是 整个欧洲最终是通过了 对中国制的电动汽车 课征了关税 在其他的科技股的部分 Amazon下跌了0.78% Apple下跌了0.45% 在美国的传产股价里头 Berkshire巴菲特上涨了1.12% 摩根大通上涨了0.34% 虚拟货币对美元的部分 比特币贬值了5.42% Maga Trump 升值了4.1% 再来本周的中概股市 大家最关心的 在香港市场部分 腾讯上涨了10.54% 比亚迪上涨了还多 阿里巴巴大涨了13.01% 百度涨幅11% 茅台指数是一个内市里头 很重要的指数涨幅是7.29% 而本周的雅谷指数里头呢 香港恒生指数 大涨了10.2% 恒生科技大涨了17.38% 恒生国企大涨了11.73% 日经指数小跌了3% 韩国综合指数小跌了3.02% 台湾跌幅2.28% 月股呢 跌幅1.57% 新加坡海峡指数 涨幅0.44% 而上涨指数呢 受到中国国庆的关系 上涨指数呢 只开盘了一天 但是涨幅也很惊人 上涨了8.01% 胜企指数上涨了10.67% 现在大家问的问题是说 在中国旧市的情况里头 这种股市迎来的这种 从2006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涨幅的局面 是昙花一现 还是一个会恒长的一个状况 我们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 才能周报